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完他70年的人生,离开他执政了54年的皇帝宝座。 在他70年的人生里程中,他北伐匈奴,开疆脱土,极大地开过了中国的版图。 他统一文化,独宗儒术,建立了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的基础。 有人说他穷兵独武,好大喜功,也有人说他雄才大略,已是英明。 褒贬不一,毁于惨败。 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汉武帝呢? 敬请关注王力群独史记汉武帝之千秋功过。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再立了刘弗林为太子,任命了霍光等五个顾命大臣后,终于安心地走了。 他七十年的人生尘埃落地。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里,他霸出百家,独尊儒术,他重用人才,招贤纳士。 他言行俊法,重用库吏。 汉武帝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太多让人谈论的话题。 关于他本人的历史评价,更是莫衷一世。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位神秘而复杂的皇帝时,我们作何评价? 司马迁又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力群独史记汉武帝之千秋功过。 汉武帝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道路,但是他刚刚去世,对汉武帝的评价和争论就开始了。 欲职者众多,悔职者也众多。 汉武帝去世八年,继位的汉昭帝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这个会议历史上称为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后来集成一个集字,叫盐铁论。 这一部书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部重要典籍。 盐铁论详细地记载了在昭帝时期的这一场盐铁会议的论证。 这一场会议主要争论的就是汉武帝的对内对外政策。 而且在这个盐铁会议上公开的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汉武帝的政策的意见。 而且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对武帝时期的政策继续进行调整。 所以汉武帝一死,马上争议就来了。 当然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很厉害,敢批评他的人不多。 他死了以后,批评他的人就多了。 到了班固写汉书,在汉书的五帝记,班固在汉书五帝记最后的评论中间, 对汉武帝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评语。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雄才大略。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用到今天都认定班固这个评价很准确。 但是班固的评价有一个特点,叫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抽象说他雄才大略,但是具体在论述的时候, 只讲汉武帝的文质,不提汉武帝的武功。 而不提的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批评。 到了司马光,司马光是北宋著名史学家。 司马光写《自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的评论就更激烈了, 因为他更无所顾忌了。 司马光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评价。 司马光的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 基本上否定了汉武帝在内外政策上的许多方面。 这是古人对汉武帝的评价。 所以古人对汉武帝的评价大体上就出现了两派。 一派是否定的,当年也有人肯定的,也有肯定的一派。 当代的史学家,也分为两派。 肯定他的,像著名的范文兰先生,简白赞先生,都是充分肯定他的。 这个简白赞对他的评价还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汉武帝,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这两句评价也很有名。 这是一派肯定他的。 所以当代史学家中间也有许多人批评汉武帝。 所以汉武帝啊,他这一生走完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成为一个争议最大的皇帝之一。 两千多年来,关于汉武帝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 也有人说,在他当政之时,犯下了许多过错。 汉武帝传奇的一生,让他成为名义般的君王。 当我们今天用文质武功去衡量汉武帝时, 首先在武功方面,王立群先生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汉武帝作为一代君主,特别是西汉的一代君主的话, 他的武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至于像汉书,武帝纪根本不提他的武功, 那就是他的武功的完全否定了。 我们知道皇帝死后有一个嗜好, 这个嗜好就是根据他的一生的表现来下的。 汉武帝的嗜好是武啊, 所以称为汉武帝, 所以武功应当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武功方面来说,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皇帝。 我们知道中国的版图经过了多次的变革。 在秦皇时期, 当时秦国的管辖的领地, 也只相当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汉朝领地的二分之一。 相当于今天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 所以汉武帝时期, 他大力的拓展中国的版图, 这一点上贡献非常之大。 就这个问题, 我们来谈几点。 第一点, 我们首先谈谈他的破裂。 每一代帝王上台以后, 他都有些要做的事情。 作为汉武帝来说, 他所做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他拓展中国的版图。 拓展这个版图, 这个他做了很大。 我们知道他对匈奴打了44年, 主要的就是要拓展。 一方面是反击匈奴, 一方面是开疆驼同。 这个皇帝有没有作为和一个人有没有作为一样, 首先取决于他有没有干事业的破例。 我觉得汉武帝是有一个雄大破例的皇帝。 我们举几件事情来看。 汉武帝16岁及皇帝位, 他17岁那一年, 他就选派张迁出师西渔。 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青年天子, 17岁, 派张迁出师西渔。 张迁出师西渔的任务, 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一条, 联合大跃之, 结成战略联盟, 对付匈奴。 而这个时候, 汉武帝还没有开始对凶作战。 他在他即位的第二年, 年仅17岁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眼力, 没有魄力是不敢做的。 当然这个事情最后做成了以后啊, 不光是鼓励了匈奴, 还带来了两个汉武帝当时没有想到的成果。 就当时派张迁出师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第一个是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 这是汉武帝当时没有想到的。 再一个, 他是中国的版图扩大的西渔。 汉武帝在西渔建立独户府, 西渔也就是今天的新新疆, 在和武帝时期正式的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新疆这一块的面积占整个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啊, 这是很大的一块。 所以武帝的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副产品。 第二件事, 也就是元光二年。 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是即位第八年, 我们过去讲过, 马夷之谋就是这一年发生的。 这一年汉武帝正式拉开了对匈奴作战的序幕, 元光二年。 而马夷之谋是汉武帝抛弃了祖宗, 从高祖开始行了将近七十多年的和亲政策, 他摒弃了旧的政策, 启用了新的政策。 这也是一代帝王具有雄大魄力的表现。 没有魄力的人是不改变祖宗之法的。 第三点, 汉武帝决定对凶作战的时候, 他在朝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阻碍。 老臣, 比如说韩国, 吉岸, 都是前朝的重臣, 反对。 汉武帝提拔的新锐, 像公松红, 主夫焉, 开始也反对。 所以汉武帝开始对凶作战的时候, 无论是前朝老臣, 或者自己亲手其拔的新锐, 都反对他开奖陀陀。 所以一代皇帝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想到皇帝做事情, 他那么大的官, 那么大的权力, 他做事情就很容易吗? 也不容易。 所以汉武帝你看他事情, 一开始遇到很多反对, 他是毅然决然的要和凶冬打下去。 而且你想想, 这件事情一打, 我们前面讲, 一打就打了44年, 他做了50, 50多年的皇帝就打了44年, 所以他这个魄力啊, 我们是要充分肯定的。 第二点, 汉武帝是对凶作战的最高统帅。 我们一起到汉凶战争,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 魏卫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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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将将之人, 认为李广是将兵之人, 这个说法我不同意, 我认为真正的将将之人, 只有汉武帝一个人, 假如说魏卫卫卫卫卫是元帅的话, 那么汉武帝就是大元帅, 他是最高统帅部的大元帅, 汉武帝这个人是具有军事天才的一个人, 史书有例子记载啊, 在魏将军标记将军列传中间记载, 汉武帝亲自要教霍聚兵学那个松吴兵法, 霍聚兵不学, 汉武帝敢给霍聚兵教兵法, 大家知道霍聚兵很能打仗, 是武帝一朝非常有名的两个军事将领之一, 但是汉武帝要教他兵法, 如果汉武帝自己不熟悉松吴兵法, 他能教他吗? 这是魏将军标记将军列传中间明确记载的,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对匈奴作战, 决策, 部署, 攻击方向, 出兵时间, 兵力配备, 所有这一切都是汉武帝亲自部署的, 汉兄作战的三大战役, 河南之战, 摩南之战, 摩北之战, 全部是汉武帝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所以我们在军事史上, 大家忽略了汉武帝这么一个军事统帅, 他能够成就他一生的武功, 除了魄力以外, 他是整个汉兄作战的最高统帅, 还有一点就是精神。 作为一个农耕民族, 对付游牧民族,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打了无数次, 汉朝打, 是吧, 到了唐朝也有这个问题, 宋朝, 元朝到清朝, 都存在一个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的战争问题, 在所有这些战争中间, 只有武帝这个时期打得顽强, 打得勇敢, 是后来的历朝历代赶不上的, 所以武帝时期, 它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 也是中华民族一个上升时期, 是一个民族精神高扬的一个时期, 所以这是几个方面, 我们看出来武帝确实贡献很大。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里, 有四十四年的时间在对凶作战, 这一时期, 武帝一朝涌现出了像李广, 魏清, 或许并这样被后人称道的武将, 同时连年的战争, 也让武帝一朝的百姓, 饱受战争之苦, 一代史家司马迁, 不可能面对战争之苦, 无动于衷, 那么对于汉武帝的对凶作战, 司马迁, 是如何评价的呢? 我觉得司马迁当时很为难, 他是两难,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对汉武帝的对凶作战, 他持一种两难的态度, 第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专门写了一个匈奴列传, 他把匈奴人, 说成是皇帝的后裔,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一个非常了不得的观点, 就是他认为所有那些中国境内那些民族, 包括匈奴在内, 都是皇帝的后裔, 我们现在都说阳皇子孙, 最早提出来, 我们国内各民族共同祖先的是司马迁, 这是个很了不得的观点, 至于真的是不是另当别论, 因为这个关于这个人类的起源问题, 现在说法非常多, 世界上到底是有一个人两个人, 然后产生出了一窝人, 还是有一批人再产生了一批人, 这现在都说不清的问题,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司马迁认为, 匈奴人跟汉族人是共同祖先, 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是皇帝, 这是一个战争定位的问题, 也是个民族定位的问题, 所以他把汉凶战争看成是, 一个国家之内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基本观点, 而这一点呢, 本来两个民族应当和平相处, 互同有无, 结果最后两个民族闹得是打起来了, 打了那么多年, 双方都付了很高的代价, 应当说, 在这点上看, 司马迁明显的不太赞成, 两个民族长期的这种敖战, 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 我们没有讲过史记的八书, 史记我们主要讲的是列传和释迦, 没有讲八书, 史记有一书叫评准书, 评准书中间, 司马迁详细的记载了, 五帝连年的征战, 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因为这个大家都现在都很容易明白, 打仗是烧钱的, 你知道那一个导弹值多少钱呢, 五帝时期他那个打仗当然没有用导弹, 但是他的军费包括什么呢, 包括军饷, 包括军粮, 包括武器装备, 包括赏赐, 赏赐也是一大头啊, 将领得赏, 士兵们也得赏, 赏赐也是一大头, 这个花钱是无数的, 所以长期的战争给经济上必然带来损失, 这是毫无意外的, 再一个的话, 这个司马迁对五帝的选将有看法, 这个史记中间专门示彩了这么一段话, 说玉侯宠记李氏, 拜李广丽, 为二师将, 汉武帝非常宠幸李夫人, 所以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封侯, 就让他怎么样呢, 让他领兵出征, 出征其实, 这个仗, 打仗的目的呢, 并不是一个很值得打的仗争, 无非到大渊去取那个宝马, 为了取回了汉学宝马, 让李广丽出征, 结果李广丽很不争气, 打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很大, 后人对这个是有评论的, 司马迁对这个事情不同意, 我下面引一首很有名的诗, 就是宋代著名文学家给政治家王安石写了一首诗, 王安石这首诗的诗名就叫汉武, 壮士碑歌触塞贫, 中原萧瑟伴无人, 君王不负长陵月, 直欲功成赏汉臣, 这个诗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壮士碑歌, 出征的将士啊, 唱着碑凉的歌, 出塞贫, 平凡的出去打仗, 中原萧瑟伴无人, 长期出去打仗, 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半, 这个话, 王安石这个话不是他说的, 真正说这个对凶作战导致人口减半的, 是汉书, 这个班固在昭帝纪后边写了几句话, 君王不负长陵月, 长陵是汉高祖的陵墓, 汉高祖当年, 当年汉高祖有一个阅法, 叫白马蒙氏, 就非流不亡, 非公不侯, 所以要让李广丽封侯, 就必须让他出征, 所以这叫君王不负长陵月, 执欲功成赏汉称, 很明显, 王安石写这首诗, 是批判汉武帝的, 特别是批判汉武帝, 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封个侯, 不惜发动战争, 这个评价也应当说是很中肯的, 和司马迁的评价是一致的, 汉武帝在位的54年里, 他开创了不少的第一, 他是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 也是第一个清办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 正是汉武帝的这些第一给后世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称为官方思想, 称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 也是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人才培养, 那么对于汉武帝文质方面的贡献, 王立军先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历代皇帝都知道, 一统江山裔, 巨拢人心难, 要想把人心统一起来是非常难的, 汉武帝在千古文质方面做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尊儒。 所以我们看这个汉代的历史, 大家知道, 汉高祖刘邦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 文景时期那是宠皇老之学, 到窦太后一直就尊奉皇老的, 到汉武帝这开始提出来尊儒, 但实际上汉武帝这个人是个不受阅述的人, 这个人呢, 就是说, 假如说汉武帝升到今天, 也属于那种比较不遵守规范的那种人, 他说个性很张扬, 他说的尊儒实际上是王道霸道交错运用, 王道就是儒家, 霸道就是法家, 汉武帝是儒法并用, 他尊儒家是讲究一个封建的等级秩序, 他用法家, 他要严惩贪官物力, 他是王道霸道交错运用的这么一个皇帝,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说汉武帝, 霸触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表述并不十分准确, 他尊儒是对的, 百家他并没有废, 百家之学, 你比如法家他还在用啊, 并没有完全废, 这一点都对后世来说却是贡献非常之大, 这种做法培养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 以辱生为主的文官队伍, 而且给雪尔优则氏提供了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一直到着雪尔优则氏读书做官, 读书做官实际上是五帝这个时期的真正才开始了, 所以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从这个方面来讲, 影响非常之大, 汉武帝在文质方面, 第一条是尊儒, 第二条是中央继权, 汉武帝是个中央继权, 这个思想极其宣明的皇帝, 大家知道这个秦始皇是第一个建立中央继权制的, 但秦始皇呢, 因为这个时间统治时间太短, 他来不及, 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继权的制度, 但是来不及为这个中央继权制度修正一整套的配套措施, 秦始皇就一命命丧皇权, 那沙修并变, 秦始皇并没有想到他致辞, 在这一点上, 秦始皇不及汉武帝, 汉武帝把所有的后世都安排好, 汉武帝, 立了皇太子, 就是刘福玲, 然后又立了五个悟命大臣, 悟命大臣, 皇太子都立好, 三天以后去世, 那么应当说, 汉武帝在维护中央继权制这一方面, 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说, 汉武帝在维护中央继权制方面, 他做了这么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 他设立内外朝制, 加强皇权, 这个削弱项权,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再一个, 汉武帝的大力的薛藩, 他平定了三个诸侯王的叛乱, 我们讲过两个, 淮南王, 衡山王, 还有一个江都王, 三王的叛乱都被他平定了, 第三点, 汉武帝采纳了主夫燕的意见, 实行推恩策, 推恩策是柔软三刀啊,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你做诸侯王, 你有权利把你王国的土地分给你的子孙, 但实际上是大诸侯国分成中的, 中的变成小的, 谁也不可能对抗中央政权啊, 这是温柔三刀非常厉害的, 第三点, 最后一点就是汉武帝借口一个纸金事件, 什么叫纸金啊, 就是皇帝祭祀祖先的时候, 诸侯要献金作为一个筑记的金钱, 汉武帝就借口诸侯献的这个纸金, 它的橙色不够, 一次罢免了106个侯, 一次罢免了106个侯, 所以从汉高祖那个时期封的侯, 到五帝时期, 几乎叫汉武帝收拾光了, 汉武帝收拾诸侯王的话, 那非常有办法, 你这个要祭祀祖先, 你献的这个金, 虽然你献的是黄金, 但是你那个金的橙色不够, 对祖宗不敬, 萧侯, 这种办法, 一下子一次性解决106个侯, 这就成批的灭侯, 这样做下来的结果, 那个侯侯王在汉武帝时期, 根本兴奉, 不能兴奉作浪了, 还有一点, 汉武帝实行苦力政治, 实行苦力, 他利用苦力打击侯侯王, 打击贪官, 这个汉武帝也做了很多, 汉武帝这些做法呢, 有他成功的一面, 也有一些失败的一面, 当然这个苦力, 比如说苦力来说, 苦力用了最多的时候, 苦力也杀了, 造成很多冤案,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苦力叫王温书, 这个人杀人杀成, 一杀人就兴奋, 不杀人浑身就不舒服, 汉代杀人有一个制度规定, 是每一年冬天是处决犯人的, 冬天这三个月过完的, 就不能处决犯人的, 那就是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到了十二月过完, 不能够杀人的, 这个王温书啊, 这个王温书啊, 跺着脚, 遗憾说了一段话, 很有名, 慧春, 温书顿足探月, 绝乎令冬月一展一跃, 足舞是也, 什么意思呢, 这个王温书说, 这个十二月过完, 马上到春天不能杀人的, 他跺着脚感叹, 贾书说能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 我的事就办完了, 你看这个人杀人杀了, 三个月还不过瘾, 还想再杀一个月, 就这么一个人, 司马迁写了几个字, 天子文旨, 意味能, 汉武帝听说以后, 认为这个人很有才能, 任命他做中尉, 中尉是更高的杀人官, 所以汉武帝这些做法, 司马迁是看不惯的, 司马迁对诸侯王的叛乱, 汉武帝的评判坚决支持, 汉武帝的评判是对的, 司马迁的支持也是对的, 但是汉武帝重用库利, 司马迁就有看法, 这看法我们今天来看也是对的, 因为这些库利后来到什么程度呢, 这些库利完全不按汉法来执行, 库利是按什么的意见呢, 就是按皇上的意志来执行法律, 所以有些库利说, 什么叫法律啊, 前代的皇帝说出来的话, 就是今天的法律, 那么今天皇帝说出来的话也是法律, 这就完全是人治啊, 不是法治了, 所以在中央继权这个方面, 汉武帝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成绩也有他的失误, 司马迁对他有肯定也有批评, 大体来说, 司马迁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 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 汉武帝都有让人称道的地方, 同时也有让后人诟病的把柄, 就像人无完人一样, 汉武帝绝非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圣者, 普通人具有的一切缺点他都有, 关于汉武帝, 欲之者重, 毁之者也重,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皇帝会引起后人这么多尖锐, 对立的意见呢? 我想讲几点, 第一点, 多面情, 汉武帝这个人之所以, 人们对他评价很急, 首先他自身具有多面情, 就这个人本身呢, 他既是一个政治家, 他头脑很清晴, 同时他又是一个普通人, 喜怒哀乐, 他全有, 他既是一代明军, 他知道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 同时呢, 他又是一个昏君, 杀伐任性, 你看我们讲那个五谷之祸, 先杀那些不帮助, 先杀那些帮助太子的人, 反过来为太子平反, 再杀那些帮助他平太子之乱的人, 他是左边杀一刀, 右边杀一刀, 两边杀, 所以汉武帝这个人的话呢, 应当说的话呢, 他具有两面性, 这个人他这个, 他既是政治家, 又是凡人, 既是明君, 又是暴君, 那这样一来, 人们对他评价很容易造成弃义, 看到明君的肯定他, 看到暴君的肯定批判他, 他本身就具有多面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讲他的多面性, 还可以看看汉武帝和他的女人的关系, 汉武帝身边的女人不断, 他的女人好不好呢, 你们都很难说了, 当年他对魏子夫多好啊, 喜欢上魏子夫, 马上就把他的弟弟魏清给提拔上来了, 而且马上让魏清带兵出征, 喜欢上魏子夫, 那跟着阿娇就在下台, 阿娇就在去长门宫, 多喜欢啊, 但是反过来到晚年, 坏了, 魏子夫最后是自杀了, 魏子夫的孩子几乎都死光了, 他对勾益夫人多喜欢啊, 他61岁得到十几岁的勾益夫人, 非常喜欢, 但是他到他70岁即将死之前, 他还把勾益夫人给杀了, 所以他对女人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非常好, 但是他烦脸就敢杀人, 他最喜欢的人, 他马上他为了江山, 他在所不惜的杀美人, 所以在汉武帝呢, 江山美人的选择太明确了, 要江山不要美人, 汉武帝就是这么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 再比如, 对这个有才能的人, 汉武帝是既用人才又用宁人, 他用的最坏的一个人就是江冲, 我们讲五谷之后讲过, 他晚年对江冲那么信任, 结果江冲兴红作浪, 搞了一个那么大的晚年的父子的悲剧, 信任江冲的结果, 所以他是一个信用小人的人, 但是反过来, 汉武帝也提拔了一大批有用的人, 比如像董忠书啊, 吴以清啊, 吉岸啊, 他用了很多忠臣, 也用了有小人, 在他的身边既有忠臣又有小人, 还有弄臣, 他很有容人之量, 东方硕老给他开玩笑, 甚至于给他搞得很不愉快, 他也能容, 他也能容, 吉岸是最敢批评他的人, 吉岸当面说他是嘴上说一套, 心里想一套, 心口不一, 他也能容, 他有容人之量, 所以这个人的多面性啊, 也带来了评价的分歧, 我们再说他的罪己招,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罪己和罪人是个重大区分, 皇帝往往是出了错以后老找别人的事, 罪人不是罪己, 汉武帝敢罪己, 这是了不得的, 我们前面讲过, 汉文帝把他的弟弟, 淮南王刘长, 流放到四川路上, 刘长死了, 刘长自杀以后, 汉文帝是罪人是罪己啊, 汉文帝把沿途没有车封的县令, 全部给杀了, 那叫罪人, 出了错是部下的, 有了公是自己的, 这样的皇帝, 那显然是不行的, 汉武帝最后晚年, 他不是罪人而是罪己,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是作为君主, 在罪人罪己上, 是区分明军给昏军的士金石和昏水岭,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为什么汉武帝的评价这么奇异, 还有一点, 就是封建帝制, 这个封建皇帝这个制度啊, 这个制度不好, 当年说那个若得阿娇为其当作金屋除职, 那个小智儿刘智是非常可爱的, 这个智儿后来发展成到汉武帝这个, 这个人完全是那个封建帝制, 把他塑造出来的, 有什么样的制度, 就能塑造出什么样的领导, 什么样的皇帝, 封建帝王这个制度, 他只能塑造出来一个像汉武帝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汉武帝是胜利者, 是失败者呢? 显然,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汉武帝是成功者, 胜利者, 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 汉武帝是个成功者, 是个失败者呢? 失败者, 他作为皇帝是个成功者, 功大于过, 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 他是个失败者, 他的人生是很失败的, 所以他既是成功者, 又是失败者, 既是明君, 又是暴君, 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所以我们评价汉武帝, 很难用一个字, 用一个词来说他, 我们只能说出来他的复杂性, 所以到此为止, 我们有关史记的汉武帝的系列, 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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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